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包括像Blackmore 像A2奶粉 甚至像本身有比较严重问题的卖高的股价 都出现了一波上涨 而且上涨的幅度都比较大 应该说这个还是对市场有非常巨大影响 那么也有人问了现在到底适不适合抛出这些股票 那么我们的观点是这个新的政策 或者说新政策的不执行这个点已经被市场所吸收了 因此带来了一波比较明显的上涨 那么在一次性的影响过去之后 我们依然需要回到最基本的基本面上来看 那么回到最基本基本面上来看 最简单的贝拉米所面临的一些自身的问题 库存过高 债务过高 营销方式出错导致产品滞销等等 这些问题依然是存在 而相对来说最为利好的可能是像A2这样 此前就没有任何问题的股票 那么像Blackmore 如果我们做一个计算 把一些它和Bega Cheese合作的奶粉可能没有什么销量 这样的一个影响计算在内之后 看目前Blackmore的价格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合适 甚至还是可以值得持有的 而像贝拉米等等本身有问题的 倒反而可能是一个趁着它高涨抛出套现的一个机会 当然了这个仅仅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我们这边还是要做一个免责声明 这个并不代表非常正实的建议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事件 这个其实是上周发生的 那么美联储在上周开会之后 是宣布加息 但是宣布了之后 美元反而大幅度的下跌 那么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朋友来问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包括联系到澳元的汇率 这是一个所有在澳大利亚中国人都永远关心的话题 那么未来澳元汇率到底怎么看 那么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 首先美联储加息这件事情 本身不算特别的出人意料 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预期到美联储会加息了 而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加息之后美联储的语调显得比较的缓和 那么未来的加息节奏可能不会特别的快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加息 反而美元大跌的一个现象 而且这一波美元走软到现在我只都还没有结束 依然对于一些主要的货币 比如说对欧元 对日元 美元都还呈现着一个下行的趋势 那么澳币的情况不完全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周美联储的决定公布之后 随着美元的一波大跌 澳元也是一度上涨 但是和欧元和日元连续对美元汇率创出新高不同 澳元的汇率始终是在0.77以下盘缓 无法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 应该说这个和澳大利亚经济本身 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那么更进一步来说 欧洲央行可能在今年下半年 开始逐步考虑收紧货币政策 而澳大利亚由于本国的债务过高 面临的一些资产泡沫的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最近爆出的失业率也偏高的问题 可能澳洲联储反而是在未来的一年之内 都不大可能进行深吸的做法 这个使得目前澳元成为了市场上比较弱的一个货币 那么我们对澳元的看法也是 虽然说美元走低可能短时间对澳元有一定的提倦作用 但是中长期我们是不看好澳元汇率的 那么更进一步来说 如果拿澳元汇率撇开和美元相比和澳元相比和英镑相比和日元相比 在其他的一些方面 可能澳元总体对一揽子货币外来走是向下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最后是今天早上刚刚发生的一个事件 那么在欧洲时间或者英国时间的星期三 发生了一个类似恐怖袭击的时间 目前整个事件的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有人是试图袭击英国议会造成了比较多的一些恐慌 那么趁着这个事情已经有一些我们的朋友和客户 在今天一早就来问问题了 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恐怖主义的影响或者更进一步来说 欧洲的政治变局或者政治的黑天鹅是不是又要来了 可能大家想起了去年连续发生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事件 导致市场非常大的波动 那么我们的回答是这件事情本身不值得过于夸张的对待 而且很有可能今年不会有那么多黑天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今年最大的变数在于一些核心的欧洲国家大选的结果 其中重中之重是法国大选 因为法国的这个比较主张这个脱离这个欧洲共同这个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这个右翼的这个党派呢支持率并不低 但是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件是之前首先进行的荷兰大选 那么这一次的荷兰大选呢出现状况是投票率非常的高 但是呢这个右翼的这个脱欧主张的政党呢并没有胜出 那么从这个荷兰大选折述出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是经过了去年的一些事件的这个酝酿之后呢 已经有很多平时相对比较理性的 同时呢这个比较认同这个欧洲统一思想的民众 他们可能过去并不是非常主动的去参与投票 但是呢是被去年的一些事件呢唤醒 他们也参与到了这个大选的投票当中来 那么最终的结果显示出在欧洲大陆方面 可能支持欧盟支持欧元区的这个意见依然是主流意见 而从法国大选的这个制度来说呢又和美国又不大一样 那么目前来看主要的候选的第一轮都不大可能能够拿到超过半数 而一旦进入第二轮情况下呢一些这个中间派的温和派的左派的或者是温和右派都会集中起来反对比较非常 或者说目前比较多的一个极右翼的这个法国的政党 因此呢这个比较极右翼的想要脱离欧盟和欧元区的这个政党在第二轮当中呢反而处于极大的劣势 那么在参照荷兰的这个大选的情况呢应该说他们胜出的可能性反而不是很高 那么结合市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荷兰大选之后 事实上欧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也显示出市场的这个判断的在发生变化 因此说呢今年反而很有可能不会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的一些这个纷繁复杂的这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来左右金融市场 反而呢可能原本对于这些这个黑天鹅事件的预期呢有一些过高 那么未来来看呢甚至这个欧洲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好消息 无论是欧元来说也好还是欧洲股市来说都有可能在未来反而显现出一些令人始料未及的强势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澳财问答的这个所有的内容 先前观看那么我们呢也非常的欢迎您继续呢持续的提出高质量的问题 我们也非常乐于呢为您解答一些问题 以及呢和您来探讨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财经方面的一些话题 我们下次再见